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我是主席林丹信聰 你跟別吃過這個很貴的胖 很胖達人 一個胖可能要百塊多塊 可是他標榜的是說天然 所謂的絕對無添加人工的 這些原料 可是在這一兩個禮拜 被踢爆說 他其實加的就是人工香精 到目前為止胖達人承認 他們的確有加了這個叫做人工香精 而且在今天也做出來 所謂的要道歉 以及之後賠償的這些方法 但是我們想問的是說 當你用所謂的絕對天然 這樣子一個做廣告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賣很高很高的價錢 很多消費者相信你說 你賣的東西是叫做天然的 可是沒料到你家的卻是人工香精 才會這麼香 所謂的這麼好吃的這個情形 到底業者該負樣什麼樣的一個責任 今天先來談一談胖達人 所引爆的這個人工香精的問題 可是除了麵包之外 難道其他地方 沒有添加這個人工香精嗎 吃了人工香精之後 對人體到底有什麼樣的危害 介紹今天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消極會的董事 他同時也是之前臺北市的消保官 黃鈺申 黃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臺師大化學系的教授吳嘉誠 吳老師 聽眾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吳老師我們先來看看幾個資料 這一次胖達人被查到 就含有九種香料 其實看不見了 所以拜託你這個專家來 幫我們解釋一下 九種香料 包括有龍眼 蜂糖 巧克力 荔枝 伯爵 紅茶醬 紅酒 酒醬 然後檸檬 優格醬 藍莓 還有這個覆盆莓 這個當然就是吃起來有這個味道 有這個香味 當然越香 就表示他的濃度越高 問題是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裡面有丙二醇 乳化劑 藍色一號 紅色六號 紅色七號等添加物 說實在這好像在看天書了 這個吃多了 我直接問你 師傅我每天都吃胖達人 一天都吃早吃兩三顆胖 我吃差不多三年 我身體會出事嗎 有可能會出事 這看他裡面加的那個 性分是三個 他的性分裡面 化學的物質 看他是有多幾種 譬如說 你看一種香菌 嚴格來講 我們臺灣有很多香菌的規格標準 以我們國家標準定的這些香菌 香料的國家標準 將近快有兩百套 兩百套 那這兩百套裡面 每一個所謂的香菌 這個成分 實質上來講 單獨一個香菌的成分 或者香料的成分 或者是精油的這個成分 其實就像你剛剛講 濃度是很高的 很高的 每一種都大概有 可能有的都二十種 三十種 甚至四十種不同的化學物質 那這麼多化學物質的時候 通常來說 我們都要肯定 比如說 這邊有這個香味 這有這個香料 這有這個香料 或者有這個香菌 這個有香菌 那到底這個香菌假設說 是不是從檸檬提煉出來的 因為他有檸檬的味道 這個通常來講 我們要把他送到精密儀區去檢查 檢查看看 比如說以檸檬的這個香菌 這個國家標準 裡面有十六個化合物 那這十六個化合物 是不是都存在 還是只存在十三個 十二個 還是只存在一兩個 那如果只存在一兩個的時候 這個我們就很明顯知道 他不是真正來自檸檬的 可能是化學合成的這些化合物 我們再把它攪在一起 那造成有檸檬的香味 吳老師我一個一個請教你 在之前胖達人還一再辯解說 不是我們家的不叫做人工香菌 我們家的叫做天然香菌 天底下有這種叫天然香菌 原格來講 現在所有的香菌香料 都不能夠叫做所謂是天然的 為什麼呢 即便你是用天然的 所謂真正的原料 你是拿檸檬來的 但是檸檬拿來之後 你要經過所謂的化學的手段 化工的手段 或者是我們工業上的這個製程 才能夠把裡面的這個化學成分 給抓出來 而達到你可以當用香料來用 用香菌來用這種情況 所以這經過這個手段之後 因為這手段有很多 有時候我們可以 比如說是用溶劑去萃取 那有的可以用蒸氣蒸餾的 有的可以用超臨界流體萃取的 有可以直接用壓出來的 有的呢 甚至用溶劑或者是水 再去做蒸餾 再去做煮的這個過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要經過這些手段 那經過這些手段 嚴格來講 他就不是不是叫做所謂天然的 你已經經過所謂工業或者是化工處理的 那這時候又擔心什麼 如果說假如說你是用蒸氣去做蒸餾的 你要看要蒸氣的種類 那你用了這個蒸氣 是不是很單純的 假如你用溶劑去做萃取的話 你要擔心說這個溶劑本身的純度 是怎麼樣 會不會額外帶進去一些有毒有害的 這東西在裡面 那一旦做出來之後 你還要看看 檢查一下 看看假如說以檸檬的這個香菌來講 裡面是不是十六個化學物都存在 那這十六個化學物經過精密儀器之後 每一個每一個他都會有儀器上的訊號 那在彼此之間的比例對 不對 如果比例不對的時候 也可能抓出來 就是說你是用十六個化學物 去把它攪在一起的 還要看那個本身精密儀器出來的 我們叫塵溪圖 是 色塵分器的圖形 叫chromelogram 然後看看說 他是不是完全符合真正用天然材料 然後把它抽取出來 所以你是說市面上 你看到的 如果他他敢標榜 所謂的天然香菌 這其實幾乎是不存在 對 幾乎是不存在 因為如果這樣去做的時候 這樣去做的時候 他的成本一定是非常 可能一個胖子 不會一萬塊 對 成本會非常高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現在我們市面上 他所用的這些香料 或者是香菌 甚至精油 他是不是真正用天然的材料 去做出來的呢 實質上來講 他是要經過判斷 那國家嚴格上來說 我要坦白講 在我們衛生單位 去做這樣判斷的這能力 目前是幾乎是沒有的 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你要去瞭解說 他這個東西是不是天然的材料 所製造出來的 我們這個衛生單位 必須要花很多勁 想辦法很快地去建立相關的 這些檢驗的這個制度 跟檢驗方式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是 就常理判斷 現在市面上 所謂的雖然貴一點 但是他用的 就算他是標榜天然香菌 他應該還是所謂的人工 合成的香菌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是不是只要用所謂的合法的 食用級的人工香菌 就沒問題 當然詐欺 或者是所謂的廣告不實 這等一下我們會談 但是對於人體的危害 是不是我們不用那麼擔心 我們來看看 腸根腎臟科的醫師 顏中海顏醫師 他說目前為止 的確沒有臨床證據 顯示這種人工香料 會傷害人體 可是香料有賴肝臟去做代謝 如果你長期大量的使用 恐怕會影響你的肝功人 那丙二醇對人體的危害比較大 長期 而且大量的吃 恐怕會造成肾衰竭 代謝性的酸中毒 榮種臨床毒物科的楊正昌醫師 他說文獻上只說 吃了含乙酸移植的香料 可能會導致某一些人的皮膚過敏 那跟劑量無關 就是你如果一瓶 你就會過敏 臺大農化系的教授 蘇南維 蘇老師 他說香料在食品工業 佔的比例很大 可是各國都沒有規定限量的標準 那現在臺灣政府所核准使用的香料 稀釋到千分之一 還有濃郁的香氣 用量少 如果是少的話 對人體是無害的 就不用怕 就是說你可能會騙 但是你不說吃了 自己身體多大 但是有一個事實 這裡面還是要大家再把它弄清楚 任何一個香菌 任何一個香料 我剛剛講的 有說二十 三十 四十種化學成分 那國家標準幾乎快有兩百套了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的話 這些個別的化學成分 可能會超過大概三千個 三千個化學成分裡面 哪一個是不是有我們人體的 不良的這個作用 我相信很難掌握 因為這個香菌香料的 這相關的這些國家的標準 我正好正好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很長期很多年都在定 這些相關的這個標準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以檸檬來當作例子 檸檬的這個香料香菌裡面 你會從十六個化學物裡面提出一個東西 叫做派吸 草字頭下面一個派遣的派 這個派吸呢 我們知道他如果一旦吸入人體 只要你吸入 我們的肝臟就會產生一些特殊的酵素 必須要產生出來 那產生酵素出來 你如果長期這樣的時候 對你的肝臟 本來就是一個負擔 然後像派吸這個東西 如果你跟其他的一些香料裡面的成分 混合在一起使用的時候 甚至會造成過敏 嚴重的時候還會造成 比如說一些已經懷孕的婦女產生所謂的胎兒的毒性 胎兒的毒性 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檸檬的香菌很簡單 他只有十六個成分 不是我剛剛講的三四種 裡面有一個我們叫做檸檬泉 酒製邊然後草字頭 下面一個全部的泉 檸檬泉這個東西 也會造成所謂人體的過敏 這個現象 甚至會誘發所謂的氣喘的東西 所以在這種香料的這個成分裡面 有將近好幾千個化學物裡面 我們的委員會裡面 我們的委員會裡面 有大概三四個委員 三四十個委員 有的委員是已經長期投入在這裡面 工作的專家跟教授 你可以想想看 很多委員都還沒有辦法掌握說 這麼多化學物的這個危險性 但是我們現在直接把它拿來用 而且這個這些 我剛剛所講的這些 還是用天然的材料弄出來的 還不是用合成的這樣配方 把它配在一起 黃老師那我就請教你 所以現在看起來 除了所謂的詐欺的這個可能性 以及所謂的性欲 這部分或者是說消費者權益 這部分的問題之外 食品安全用所謂的人工香精添加 真的沒問題 那當然看量的部分 現在有幾個部分會比較麻煩 按照食品添加物 很多他只規定 適量添加 他不是沒有講一個標準嗎 就是適量添加 你要多少香就添多少 你要放得很香就多加一點 像剛剛講的稀釋到千分之一 香氣還很濃郁 所以這個基本上 就會有這個問題存在 我們整個一個食品添加 食品添加劑裡面 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劑量標準 是 是太多的 都是這樣適量 那適量剛剛也提到了 剛剛吳老師也提到了 只要吃了化學毒氣進體內 你經過乾脹或腎臟去代謝 那對於你的負擔就加重 但是他現在不管加多加少 他加很多很多 讓他味道好濃好濃也是合法的對不對 對啊 以目前來講是合法 但是就是他必須用食品級的食品添加劑 不能用化學級的 也就是說他這個是核准的食品添加劑 那當然這個已經核准的食品添加劑 過去最少還沒有一些證實說 他對人體有很大的傷害 有的話就會被禁用掉 是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胖達人 我們這件事情引發所謂的消費者 跟商家之間的關係 以及說食品安全 是不是只要你用了 叫做合格 合法的食品添加劑 就真的對人體沒有危害嗎 深山玉鞠躬知名麵包店 胖達人總經理終於出面 坦承使用人工香料 向社會道歉 本公司至今仍誤以為廠商所提供香料為天然香料 不含人工香精 才會於前天之新聞稿中否認含有人工香精 對此查明不周部分 本公司意在指向消費者致歉 或加上滿滿的麵包 一顆動輒上百元 但是因為宣稱純天然手工製作 加上是名義人小S的先生投資 常常都是大牌長龍 雖然傳出使用人工香料 但還是有消費者願意購買 還是會支持啊 只是說用池上不要用欺騙方式 對 因為香港網友檢舉質疑麵包添加人工香精 而不是該店所標榜的無化學添加物 業者第一時間聲明稿強調未添加人工香精 後來又改稱是使用天然食材製造的香料 台北市衛生局22號機查發現 店家使用9種人工香料在麵包當中 初步認定都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但還是涉及廣告不實 我們現場發現有9款不同口味的人工的香料 那現場師傅就告訴我們說 他這些不同的香料是使用在不同口味的麵包 由於胖達人總公司和中央廚房都位在新北市 新北市衛生局23號也前往機查 消防官指出 業者涉及廣告不實的部分 如果調查屬實 最高可罰四萬到二十萬元 也將要求業者辦理退費 和提出完整的補償方案 不過我們來看看胖達人 其實說實在 他斬電速度跟營業額 真的是很厲害 他其實臺灣賣麵包 可以賣成這樣子 真的是也很了不起 然後我們來看看胖達人的一個小檔案 兩千一零年的時候 大概就是兩年多前 創辦人莊鴻明才在臺北市開辦 第一家胖達人 資本的只有一百三十萬 可是一二年基因國際投資 買下的商標權 更名為生計達人 投資一千五百萬 可是光是在南京東路這家店 一年的營收就超過五千萬 如果整體營收 在一年是超過六億 請大家記得這兩個數字 南京東路店的一間店 他一年的營業額就超過五千萬 而所有的胖達人一年營業額就超過六億以上 然後二十一家店到目前為止 臺灣有十八家 然後大陸有三家 換句話說 他其實已經是跨國的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賣麵包的一個點鎖店 可是我們來看看 現在他被踢爆 所謂的他用人工相親在這過程 他都一直不承認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法律 可以對他做出什麼樣的一個採法 我們來看看 但這現在整個胖達人涉及詐欺的一些大事記 在八月十七號的時候 是由一個香港的部落客 他踢爆說 香港的這個胖達人 這個分店 太子分店是使用人工相親 那門市的管理經理 徐志宏他受訪坦誠 說使用的是實用級的相親 可是在八月二十一號二十二號的時候 胖達人的官網 連續發了三個聲明稿 說絕對沒有添加任何的人工相親 那絕對沒有添加任何工業用的人工相親 然後再到沒有添加任何化學製造的人工相親 不過依照吳老師的說法 這三個當然都是不可信的 二十一號的時候 他還威脅要求網友 絕對不要再做散佈轉載 以免處罰 可是我們看到這幾天的發展 其實胖達人在臺北市衛生局查到說 敦蘭店查獲加了九種人工香料 衛生局認為胖達人廣告不實 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罰十八萬 剛剛我們看到兩個數字 一家南京東路店一年營業額是超過五千萬 整體的營業額一年超過六億七億以上 可是我們現在只能對他罰十八萬 前董事長莊鴻明交一百萬交報 然後查獲到天然酵母裡面含有化學添加物的 這些脂肪酸 三離醇肝酸 然後在八月二十四號 也是兩天前的胖達人涉及詐欺 檢警介入調查 在這三天胖達人是停業的 然後可能是在明天就恢復營業 我再請教一下黃老師 我們現在有幾種法可以罰他 第一個是刑法裡面的詐欺罪 這個當然就是要檢調再去偵查 第二個就是食品衛生管理法 有關於廣告不實的 這個只能罰他十八萬 可是另外一個呢 是公平交易法裡面 談到廣告不實的部分 他可以罰到兩千五百萬 可是我們現在用的是食品衛生管理法 來去針對胖達人 有道理嗎 所以整個食品管理當然還有一些需要去改正的地方 譬如說麵包 因為他是散裝 他沒有包裝袋 所以呢 他又不適用標示的處罰 如果標示處罰 可以處罰到三百萬 OK 所以他就用哪裡 用到了 因為散裝的東西嘛 你不需要標示嘛 到最後就是看你網頁啊 或者你公司的那個店面的成列 裡面有這個使用天然相機那個部分 他就把它當作廣告 廣告的部分 最高是四萬到二十萬 所以第一次出手出十八萬 我們覺得很少 可是主管機關認為說中了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公平交易法二十一條 是 那公平交易法二十一條內 是可以罰五萬到兩千五百萬 但是這個部分公平會 現在都不出手 他不出手的原因是 因為食品有食品衛生管理法 所以你去找食品衛生管理法 去處罰就好了 這就是怎麼樣 政府分工出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今天打電話給公平會 那公平會的說法是說 因為特別法是優於普通法 公平法是規定所有的廣告 可是食品衛生管理法呢 是針對所謂的這些食品的部分 所以胖達人的案例呢 當然是適用食品衛生管理法 只適用到最高二十萬的裁法 而不是用公平法 所謂的最高兩千五百萬的裁法 這個就法上也有道理 那我要問一問 過去公平會 有沒有針對食品的案子處罰過 那過去為什麼可以做 現在不做了 也就是說很多的機關 他自己在限縮自己的權限 政府用分工 絕對沒辦法解決問題 一定要合作 碰到政府問題的時候 兩個機關做起來看嘛 當你可以罰兩千五百萬的時候 他一年年營收七億 你為什麼不用兩千五百萬去罰他呢 吳老師 我又請教你 今天胖達人也做出最後 或者是最新的一個退費方法 不過因為他是自己業者 所以我們本來是打算 要用一折SOT來撥他 可是我覺得這樣其實比例已經不對了 應該是嘴巴想一講 就是說胖達人說 從一零年開幕到現在八月二十三號為止 如果你拿統一發票 收據或是刷卡證明 就是悠遊卡 你付費的證明 你可以全額退費 譬如說你買胖達人 買三百塊 他就退你三百塊 你當然要有收記 法票來證明嘛 然後他再用那個禮券 Coupon 不是說 拿你現金 禮券 退你所謂的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一般臺灣民間 你法票拿到兩個月 沒對到中 你就等掉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憑證的話呢 等他重新營業 他會達百分之七十五的優惠 來去回饋你 我想問的是說 這件事該怎麼樣給消費者一個交代 現在的方法夠嗎 現在的方法當然不夠啦 當然我們食品的這個安全的 這個管理的部分 就像剛剛那個玉生那邊所講的 這個比較散裝的 那這個東西標示上就會有一些困難 甚至這個部分實際上必須要進到 所謂的他的廚房 他的製作場所去瞭解 才可以知道 這一次也是這樣子 馬上去扣相關的這個證物下來 對不對 那我們的這個市長 郝市長也說 他要以民生詐欺的這個方式 來對付這樣的這個做法 對不對 嚴格來講民生詐欺 剛剛我們有提到嗎 他不是在臺灣有這樣的店而已 是 他在香港 他在大陸也都這樣店 這嚴格上來講 已經是變成我們的臺灣 一個不好的這個食物的這個做法 外銷到外面 嚴格來說這還是國際詐欺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說 比如說郝市長 確實要把這個事好好做好的時候 這個不能夠輕 不能夠重重的這個這個 把他舉起輕輕的放下 要不然的話 大家會覺得很好笑的事情 過去我們一再有食品的問題 也碰到怎麼樣 也碰到所謂 我們要講究這個 把這個所謂的不當利得給收回來 即便是這個公平會 他開罰五萬到兩千五百萬 跟我們剛剛所講的他的利得來講 這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所以實質上來說呢 是不是過去呢 我們這衛生單位 從來沒有對這些所謂不當利得 做一個仔細的計算 然後再想辦法把這些不當利得 再把他拿回來的 我們的這個政府的 這相關的衛生單位 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難道這這次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應該好好去做這樣的事情嗎 要不然這樣的這個事情 是一段持續會再發生下去的 大家就是 反正我就是來跟大家這個扯爛 對不對 然後最後我們可以看到 甚至他在媒體上講 我們會做這樣的行為的這目的 是因為我們要迎合消費者的口味 迎合消費者口味這表示 他把這所有的責任 全部慢慢要歸給消費者 是你們消費者要這樣的時候 所以我才做這樣的這個產品給你們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只法規上面 對於這些產品裡面所加的東西 標示也好 或者是管理也好 應該更具體積極 然後對我們的這個罰的這個部分 特別是這所謂不當利得的這個部分 不能夠這麼簡單就過去了 還有呢 如果行政單位 像是好市長站出來 我要以民生詐欺的方式 來對付你的時候 實質上來講 如果說呢 這樣的東西不進去他製作場所 好好去做檢查的時候 可能檢查不到 這次也是到場所裡面去檢查 然後扣相關的證物 是 如果說呢 這樣的做法 政府不再多積極一點 多做一點 到很多相關食品的這個作業場所 去了解的時候 要不然我相信好市長 未來做這樣的 比較消極性的去 所以站在官方去提告這些民間 生產單位的這個做法 他還有很多機會可以做 黃老師 我就要請教你 是不是我們臺灣的政府 或是法令 其實是在縱容這些業者 譬如說我就可以標榜 我這絕對田園 田園最好 本來的一個胖 買三十塊四十塊 我自己買到百五塊 大家都看到田園 才去買吧 結果我家的人工香精 或者是說呢 我這個保證無毒 保證有機 可是裡面呢 都是農藥 但是我們可以怎麼樣對付他呢 我們來看看如果按照這次胖達人的話 只能用食品衛生管理法二十八條來談 所謂的食品 食品添加物的包裝標示 或是宣傳廣告 不可以有不時誇張 或是誤解的情形 如果有的話罰四萬到二十萬 他一年營業額是六七億以上 你罰他四到二十萬 如果再違反當然可以要求他歇業 停業廢止公司等等的 可是現在如果我們用刑法第三三九條 也就是詐欺罪來去罪他起訴的話 第一個會不會違反比例原則 第二個是不是真的可以對消費者 起到保障他們的權益的這個功效 我們來看看 刑法第三三九條詐欺罪 就是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詐數來使本人或是第三人之物交負責 也就是說你用騙人 騙人的錢騙你的落地了 我想問的是胖達人是用這樣的情形嗎 我想剛剛您提到比例原則 我們認為如果不用刑法三三九條去辦 才違反比例原則 想想看他因為宣稱天然 一年既然可以達到六億的業績 因為食品國衛生管理法 今年六月修正以後 就有一條可以追剿不當立德 所以這個案子 真的要重建民眾的信心的話 必須要怎麼做 檢調應該現在已經出來了 就應該用詐欺起訴嘛 起訴之後然後用食品 衛生管理法去追剿他的不當立德 我認為臺北市現在目前提出來說 要他賠三倍都還少了一點 當然少啊 為什麼 因為賺了六億嘛 有發票的人告訴你 到最後拿一拿 因為現在大概一千萬都不到 那他賠了三千萬 那對他一年在九牛一毛 一點意義都沒有 應該是這幾年來他賺了多少錢 全部叫他吐出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刑責的部分要進去 這兩個如果能夠進去 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信心 才會慢慢重建起來 所以現在所謂的胖達人提出來說 你如果拿發票收據來 我就退你原價 而且再加百分之二十五的禮券給你 這完全沒有道理 完全沒有 百分之二十五禮券 大家想一想 他的成本 對 他的成本是多少 他的七十五呢 我的百分之五十就夠了 我還是算你百分之二十五 對不對 吳老師我要請教你 胖達人之前有談到說 是那個所謂的消費者認知不同 講天然 其實我那些食材都是天然的 我只是加了他之前所認為的天然香菌 後來我們都說那個是人工香菌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消費者難道沒有責任嗎 你一個胖那麼高溫的烘培 哪有可能說奶雞 還是說檸檬 蔓越莓 香香香香香香 消費者 你自己要選擇這種方式 而且你願意一顆麵包 花一兩百塊去跟人家買 我們來看看 除了麵包之外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 其實都有添加這種 所謂的人工香菌 譬如說清涼飲料 人果用的這個香菌 水性香菌為主 那用在碳酸飲料 冰淇淋 冰棒 軟糖 你想想看 一支雞的冰 賣你十五塊 還有香草口味 還有巧克力口味 還有什麼奇奇怪怪的口味 比較有可能 可是你選擇去買的 像是你要百香果口味 我就調給你烏龍茶 其實我們現在買茶葉 很多也都是噴香精的 你不可以說 這雞三的 一斤買你六百塊 你賺到了 結果都噴香精下去 還有蜂蜜 咖啡 紅茶 都不是天然的 還有所謂的著色性的這個乳化香料 然後你如果要雞蛋口味 我就給你雞蛋口味 要綠豆 我給你綠豆 要藕仔 我給你藕仔 要鳳梨 要所謂的羊乳凍 通通我都可以給你 那其實這都是人工的 烘焙用的呢 包括你要所謂的蛋 牛奶 口味的 蚵仔的口味 我想問的是說市面上有太多 太多這種添加人工香精的部分 消費者該怎麼選擇 實際上我剛剛有一在提到 現在用這種方法加進去 不管加進食品的 加進去飲料的 加進去甚至化妝品 香水的 甚至加進去清潔產品的 這些的這個香料香精 應該都是屬於人工性的 你如果在食品 食品業來講 你要得到那個香料 那香料如果說 你真正是拿天然的食材 比如說你拿榮鹽 你拿草莓 你拿檸檬 自己在廚房裡面弄出來的 那個才叫真正的天然的香料 要不然通常來講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經過化學化工工業的手段 才拿出來的 那嚴格來講都是人工的 你要到達那個很濃的味道的時候 他有的放到幾十公分外 甚至在店外面 你都聞到那香料的時候 香味的時候 那絕對是人工的 真正天然的 你把它打開 通常來講要很接近你的鼻子 才聞到那個味道 但是我們一般的消費者 現在已經很喜歡那種味道了 所以已經變成一個習慣了 當這個習慣養成的時候 有時候就很難了 如果很多人都養成這個習慣的時候 就會變成所謂我們飲食上的一種文化了 當變成文化之後 我們就很難擺脫了 一旦很難擺脫的時候 不只是我們一般的成人會受影響 我們這些小孩子們 甚至比較弱勢的身體狀況不好的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到時候 我們真正要吃到一個真正好的天然的食物的時候 都會造成相當大困難 這也就是我們一再在其他相關的場合 甚至相關的媒體告訴大家 怎麼樣去區分 比如說這樣的這個飲料 這樣的麵包 怎麼樣看是真的 怎麼樣看是假的 我們很努力的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一再的老百姓還是朝向 他喜歡很重的色香味的這種食品呢 或者是飲料呢 他去做選擇的時候 其實上來講 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挫折感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臺北的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 陳先生 請說 陳先生 喂 請說 喂 請說 請說 喂 陳先生 請揚動 大家好 那個這個事情 我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一個解說 那個在我們人體有六大營養藥素 那麼六大營養藥素之外的 通常在這個藥學上通常叫義務 就人體所不需要的 那麼你現在吃進去以後 一定要經過這個肝臟的 這個把它分解 腎臟排泄 所以對於肝腎功能不太好的人 一定會增加負擔 那如果像這個事情 如果說你長期去每天都去買來吃 或者常常去買來吃 或者他家的劑量超過了 那一定對心理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剛剛那個吳教授講這個 什麼叫做天然香料 講得非常正確 就是說不要說香料是口味 比如說你加榮鹽 是榮鹽口味 你是真正用榮鹽肉去製造出來的 那麼比如說你看那個香料 你說用明鐵香 原來的明鐵香的植物 或者是這個其他桂花 那個才叫天然香料 是 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個事情就是說 他們用這樣一個名稱 然後現在很貴 也就是說貨是暴利 他們現在出了事了 就一個一個都推開了 什麼我會倒閉 我會怎樣 然後什麼我就參與這個投資 我沒有參與經營 都一個是推卸責任 那這個是讓人覺得很好笑 沒錯沒錯 賺錢你要賺 結果這事情都說沒結論 華聯的吳小姐你好 吳小姐請說 不好意思 我想表達一句就是說 一個做麵包的師傅 他不可能說 不知道他放進去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他是不能退卸責任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現代年輕人 喝飲料實在喝得太多 他的飲料頭 我覺得也加了很多香精 我希望說 你們有這個 有什麼方式可以幫忙說 在這個飲料方面也查一查 看有些什麼人工的香精 不要危害到我們下一輩的年輕人 了解謝謝 永和的陳先生 你好 主持人跟三兩位來賓大家好 就是說我們很謝謝公司跟消費 開始在注意這個事 但是食管局真的很糟糕 大概十幾年來 我們有所謂的 先採番茄這個果汁 當初商家申請得到品牌之後 為什麼可以把濃縮果汁還原 那放在裡面去賣 然後食品管理局 我大概四五年前就開始打過電話 到他們那裡 從來沒人管 然後現在呢 有另外一個品牌 台灣有名的食品業 開始用先採的柳橙汁在賣 就是因為你先採番茄可以賣 我先採果汁 為什麼不能用 還原的那個濃縮果汁來還原 所以很謝謝你們要再認真的去追 這兩樣的一個品牌 麻煩你們 好的好的 先採番茄跟先採的這些果汁 不過剛剛那個吳小姐 有談到飲料的部分 事實上應該現在的那些連鎖茶飲 很多很多都是加這種香精的 不然比較有可能要賺什麼 臺南影小姐剛有留話說呢 其實他希望說胖達人可以捐兩億 如果我們罰他十八萬 那他應該要捐出來更多 他的所謂的利潤來去回饋 或者是對社會做一個道歉 不過黃老師我請教 現在很多爭議是在於說 臺灣現在的法令 不管說我們的食品 衛生管理法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添加標準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去容許 所謂的果汁還原的這些方式也好 我想問的是說 是不是我們在制度上其實就讓食品安全 是漏洞百出 那當然制度上是一個問題 我一直反對業者 業者老是說 因為消費者口味 所以我這樣加 我要說的是 當業者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應該告訴消費者 我這是人工的 這是化學的 我這樣做 你要不要 這樣子消費者要 沒有話講 對 如果你告訴我是天然的 騙了消費者去買了 然後說你自己要的 這個毫無道理 所以我剛剛也覺得說捐兩億 我不認為捐兩億 捐兩億 好像他在做善事 應該是詐欺起訴 併科罰金 OK 就是要罰出來 而不是說他捐出來就算了 這個東西 就不應該不只兩億 三年 每年六億 你想想看 到底賺了多少 全部吐出來 吳老師你覺得 要怎麼樣做 才可以把這種 不管是麵包 或是其他的這些食材 食品 食品添加物 對人體消費者的這些身體安全的危害 可以降到最低 哪一部分政府可以做 其實這個部分 曾經有幾個立委 曾經跟我討論過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衛生單位 只要好好的做一次 像這種大的案子 把他的真正的不當的利得 真正都把他收回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只要做了一次 其他很多的業者 他就會開始注意他 我不要再做這種詐欺的這個行為 欺騙消費者這個行為 因為當然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消費者一般實質上來講 不要再過分去重視 所謂的色香味的要求 是 我們還是吃好的食物 安全的食物 營養周全的這個食物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這個事情 謝謝兩位來賓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談 敘利亞的這個問題 當然食品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其實也要呼籲 政府跟相關的這些執法單位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標竿 因為當一個企業 一個產業標榜所謂的天然 然後他可以提高 那麼高的售價 然後獲得暴利 但是他又違反自己 對消費者的承諾的時候 這是否牽涉到非常嚴重的 這個詐欺的情形 這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案例 我們等一下要來談 序列的情形 就是這樣